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德语课堂 首先呢我们先要给大家复习一下 上堂课给大家讲到的动词加名词 再加方向补足语的用法 或者是动词直接加上一个介词结构 介词结构呢构成了动词的宾语成分 好 请大家翻译一下下面几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他们等我 首先大家在想这个等的时候 应该用什么词啊 Watten 对吧 然后就要想到Watten后面 它不是直接可以加第四格 并语不足语 而是需要一个介词结构 我们用哪个介词啊 就是Auf Auf后面要联想到的是 它加第几格 加第四格 也就是说介词结构 Auf加上第四格 构成了Watten这个动词的 宾语不足语 好 我 Ich是第一人称 它的第四格是什么呢 是Mich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 Sie warten auf mich Sie warten auf mich 第二句 他把这个女的送到火车站 好 我们说过送这个动词 咱们在读语里叫Bringen 他把这个女的带到火车站 对吧 这个女人 她是不是应该做带或者送这个动词的 第四格呀 那么去火车站是一个方向补足语 火车站叫Bahnhof Der Bahnhof 那么去火车站咱们说Zum Bahnhof Zum Bahnhof Zu是加第三格表示动态 对吧 Zum是Zudem的缩写 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所以这个句子完整的表达就应该是 Er bringt die Frau zum Bahnhof Er bringt die Frau zum Bahnhof 第三个句子 他走向这些孩子 那么这些孩子咱们说是Das Kind 它的副数是Die Kinder 对吧 那么走过去 咱们说gehen 朝着某人走过去 咱们用哪个借词啊 用zu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讲zu和in的区别的时候 我们说去某人那里 咱们只能用zu 对吧 那么这些孩子是负数 在zu的后面 加第三格的时候 要注意我们讲过了 负数的定冠字 D要变成Din 对吧 那么其次在名词的后面呢 要加什么呀 在名词负数的后面 要加上N 除了名词负数 本身就是以N A N S结尾 好 那么咱们这个D Kinder 就加上N叫Kindan 所以这句话完整的表达 就是 Sie geht zu den Kindern Sie geht zu den Kindern 好 通过这三个句子呢 希望大家能够再次的 回忆起我们上节课 所讲的内容 这节课上 我们主要的重点 是放在文章上面 请大家把书翻到48页 你们大余��도 是 我要 smooth causing 我们的一支 感谢观看 第十个练习 标题是 我们讲过了 看 请您看图片 那么这句话 完整的意思就是 哪一幅图对应文章 A 哪一幅图对应文章 B 好 我们今天主要的是来看 大家面对的书本 左边这一栏的 也就是A部分的 那么先看 这个人叫什么 Lukas Bucher 我们提问的就说 Wie heißt er? Er heißt Lukas Bucher 那么它是做什么的呢? Informatica The informatica The informatica The informatica 就是我们说的 负责电脑计算机工作的 我们可以说它 高大上一条信息学家 好 那么这是 Lukas Bucher 的工作一周 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首先第一个句子里边 有个klingel 表示响铃 咱们说电话响了 就可以用这个词 klingeln 这个词呢 都是用第三词 但是会多一些 好 也就是klingelt 用的比较多一点 anmachen anmachen 表示打开 打开什么电器设备 开关什么的 那么这里有 das Radio anmachen das Radio anmachen 就打开收音机 anmachen 大家要注意的是 它是个可分动词 可分前缀呢 是an 那么主动词是machen 读的时候是anmachen 中音在a上面 das Radio 作为anmachen的 第四个 宾语谱语 duschen gehen 这里是 get duschen duschen gehen 我们说gehen 可以后面 直接加上一个 动词原形 那么表示 去做什么 这是gehen的一个 特殊用法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swimgehen 去游泳 可以这样表达 大家在说这个句子的时候 只需要注意 它的句子语序 好 这里给大家一个例句 比如说 他去游泳 the gate schwimmen 注意 gehen位于第二位 而schwimmen 位于句子最后一位 the gate schwimmen the gate schwimmen 整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从周一到周五 Lukas Bucher的手机呢 在七点过十分 就响了 他打开收音机 之后呢 就去洗澡 duschen 指的是淋浴 大家要注意 因为德语里面 还有一个词叫 baden baden呢 一般只是泡澡 而duschen 就是淋浴 那么这个词 大家可以跟我 辩论一下 ich dusche du duschst er sie es duscht wia duschen ier duscht sie sie duschen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子 um vierte voracht geht er in die bäckerei an der ecke er trinkt kaffee ist ein brötchen und liest die zeitung an der ecke 上次我们给大家讲了 这次an的用法以后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die ecke 表示角落 an der ecke 就是在角落里 要用an der ecke 完了以后呢 我们看 in die bäckerei gehen bäckerei是面包店 去面包店 咱们说 in die bäckerei gehen 这就是咖啡 trinken 喝咖啡 好 ein brötchen essen brötchen是小面包 那往往就是 带有这个信 这个词味的 一般都是表示 什么小的 ein brötchen essen essen 这里句子当中 ist 它的变味要注意 它是不规则的 ich esse du ist er sie es ist wia essen ier est sie sie essen 在这个句子里边 最后一个是 die zeitung lesen lesen这个词 要注意它的变味 ich leser du liest er sie es liest wia lesen ier liest sie sie lesen 好 这句话完整的意思就是 八点差十五分 他走到街角的面包店 咱们知道 in die bäckerei an der ecke an der ecke 作为定语 修饰这个bäckerei 就是走到街角的面包店 喝咖啡 吃面包 看报纸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德国人 非常传统的一种生活 早上起来 去享受这样的早餐 um vierte nach acht komt der bus nummer fierundfünfzig um lukas fährt zur firma um neun wo beginnt sein arbeitstag zur firma 这里要注意 faren 这个动词 它的变味 ich fahre du fährst er sie es fährt wir fahren ir fahrt sie sie fahren zur firma fahren firma 是阴性的 那么 die 在座的后面 第三格 要变成 der 座 所写 nummer 是 die nummer 号码的 所写 好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 八点过十五分 五十四路公交车 来了 lukas呢 乘车去公司 九点钟 他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 第四句 vum dreizen uo bis dreizen uo dreisig macht er mittagspause er geht in die kantine dann arbeitet er bis halb sechs 在这个句子里边 mittagspause machen 是午休 那我们注意 对mittagspause machen 进行否定的话呢 那就是 keine mittagspause machen in die kantine gehen kantine呢 die kantine 它是公司的食堂 我们说学生食堂 我们叫menza die menza in die kantine gehen 就去公司食堂 bis halb sechs 就是到五点半 这个bis 就直到什么什么 对吧 那么 整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从十三点到十三点三十分 他午休 他去公司的食堂 之后 一直工作到五点半 我们看第五句 um halb sieben er macht den fernseher 这个动词 注意它是不规则的 怎么变味 ich sehe du siehst er sie es sieht wir sehen ihr seht sie sie sehen 在这段话里边 还出现了一个表达 就是ins bet gehen ins bet 就是上床睡觉 对吧 那么ins 是in das 的缩写 好 这句话 完整的表达 我们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六点半 Lukas 回家 他打开电视 做晚饭 他十点过十五分 看新闻 之后 上床睡觉 好 我们来看 第六段话 在这段话里边 第一个 allein 表示一个人 独自的 单独的 好 allein sein 就是一个人 这个状态 seine freundin sehen seine freundin 她的女朋友 sehen 这个动词 刚才讲过了 见她的女朋友 am wochenende 在周末 请大家注意 am这个词 an dem 我们还说过 在周几 我们都是用am 比如说 周一 am wochenende 对吧 好 大家注意 周末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 am wochenende 完了以后看 jeden abend 就是每天晚上 也是个固定的搭配 jeden abend immer 总是 总是 er liegt im bed im bed 是 in dem 的缩写 in后面实际上 第几个 大家学了以后 应该知道 是个第三个 表示在哪里 处于什么位置 对吧 因为bed 是中心的 das 那么 das 在in的后面 第三个就是 dem in dem 缩写 为im er liegt im bed 他躺在床上 sie telefonieren 指的是 他和他的女朋友 打电话 这个sie 要注意 这种人称的指代 und dann träumt lucas vom zamira 他女朋友叫什么 zamira 对吧 那么träumt 我们也讲过了 梦见什么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句话 整体的是什么意思呢 从周一到周五 vom montag bis freitag 对吧 周一到周五 他是一个人 他只有在周末的时候 见女朋友 但是每天晚上 他们都通电话 总是在十点半 他躺在床上 然后他们打电话 之后呢 lucas vom 就梦到了 zamira 好 这个我们又把这个 lucas vom 和zamira 把它翻译成中文 就是因为 首先就是很多的是音译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这个 喜好来译 比如说zamira 我们 sami la 我们可以这样翻 对吧 lucas vom 就是 lucas 不赫尔 可以这样翻 但这个都是个人的喜好啊 这个就看你根据他的音译情况 怎么来做 只要翻得顺就行了 这里呢 就不给大家做统一的安排 那么这节课 我们只给大家讲 这整篇文章的一半 下节课呢 我们将结合一些 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的形式 稍微给大家 引带一下 然后呢 再讲另外一部分 好吗 然后呢 希望大家继续地回去 朗读这篇文章 那么我给大家 再做一遍 吃饭 die Arbeitswoche vom Lukas Bucher vom Montag bis Freitag ist sein Arbeitstag ist er allein er sieht seine Freundin nur am Wochenende sie telefonieren aber jeden Abend immer um halb elf er liegt im Bett sie telefonieren und dann träumt Lukas Bucher vom Samira 好了 以上就是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 auf Wiedersehen auf Wiedersehe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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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